日前在印度亚洲杯夺得冠军的中国女足一行人马在玉归来 时隔16年再次登顶亚洲杯 中国女足在中国足球整体低潮的时代 给大家带来了为数不多的快乐 从半决赛替日本到决赛拼韩国 中国女足值得骄傲 尤其是决赛上演 今天大逆转相当可贵 决赛的比赛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比赛60分钟后的每一个细节 可能都会改变比赛的结果 除了三个进球 中卫王小雪在第91分钟 那次舍身封堵应该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了 联想到男足不久前无息躲球导致丢球 王小雪的行为对比之下堪称伟大了 没有这一下封堵 可能被绝杀的就是中国女足了 王小雪在封堵这一刻是怎么想的 接受足球之夜采访中 王小雪说那么短的功夫其实根本没有时间 让你去想什么 没有任何想法 就想赶紧上去把对手的射门封住 还好也挡下来了 王小雪补充说 赛后自己觉得你打到我哪儿都行 就是别打进门里 其实趋力避害是人的本能 但是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这种相似的局面并不显见 你能第一时间想都不想就能顶上去 说明潜意识里 你拥有足够的责任感 敢于担当 甚至冒着受伤的风险 对于王小雪来说 这一届亚洲杯并不容易 此前东京奥运会时候 王小雪在前两场比赛连续送点 王小雪的社交媒体下 遭遇了众多球迷的网报 现在大家都明白 东京奥运会上王小雪作为主力中尉 其实是在为那只一言难尽的女足 和贾秀全背锅 然而这些球迷的网报 给王小雪的心理上 也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 王小雪在亚洲杯夺冠后 终于打开了心扉 王小雪说自己当时挺伤心的 压力非常大 回味这次亚洲杯前自己的想法 王小雪带着轻松 而又委屈地泪笑着说 没有那么多目标 就是就想着自己能好好发挥 别再被骂了 女足队长中尉吴海燕 因为伤病已经缺席了很久 王小雪从奥运会到全运会 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中独挑大梁 印度亚洲杯水庆霞指导 只带了王小雪 和重回国家队的老将李家月 两名正牌中尉 而且李家月还在比赛后期受伤 王小雪不得不与王珊珊临时搭档 王小雪最终成为了中国女足 唯一一个踢满了全部无场比赛的球员 也是此次亚洲杯所有参赛球员中 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 对于中国女足很多球迷 可能只知道大火的王霜 而水庆霞指导则将王小雪比作王小雪 是中国女足后场的王霜 这足以体现王小雪在这支球队中的作用